各位早晨 今早我有事要趕着出去 就近在附近的永迎茶餐廳吃早餐 永迎茶餐廳是廣州第一家香港茶餐廳 而茶餐廳是香港社會的一個縮影和文化符號 一說到茶餐廳就會想起奶茶和國式選餐 現在廣州也有不少港式茶餐廳 而永迎就算是比較出名 我8時17分鐘來到茶餐廳 然後就看醒晨早餐的餐單 有三種組合的套餐 我就選了一份B加C的29元套餐 雲吞併魚皮攪麵加一個熱奶茶 點了餐後服務員就跟我說 熱奶茶就沒那麼快可以上 要8時40左右才有奶茶 我問他為什麼 他就是這樣解釋 他說他們這間永迎茶餐廳 早早7時半開門 8時才有食物 然後就煲水拉茶 最早都要等到8時40左右才有熱奶茶 我打算OK 一邊吃麵一邊等 再看看他們的碟頭飯餐單 最便宜的碟頭飯套餐就是36元 其實我自己對餐館裡的服務員 說什麼語言反而不太在意 但來到港式茶餐廳 服務員和阿姨全都是說普通話的 服務員的姐姐就是懂聽不懂說廣州話 我覺得如果作為廣式茶餐廳來說 服務員應該起碼要懂說廣州話 這張單可以看到我下單的時間 8時21分 整間店現在包括我只有兩台客 我等這個麵等了十幾分鐘 魚皮餃和雲吞麵 有兩粒雲吞、兩粒魚皮餃 港式雲吞裡一般都有鮮蝦 而大部份茶餐廳會用到3140這個蝦的規格 一斤蝦差不多有31至40隻之間 這個雲吞裡的蝦應該就是90至120之間 這隻蝦小過在香港茶餐廳那時吃的蝦很多 麵就是雲吞麵的麵 吃下去都很爽口 湯底的味道也可以 魚皮餃的味道都OK 以前的湯底就是用豬油加九黃 現在改成用蔥 美女杯奶茶可以了嗎 還要等五分鐘 八點四十五 現在八點四十五 還沒有奶茶喝 我想我等不到杯奶茶了 因為它上來都是熱的 我都需要時間去喝 趕時間 他說最快的就是可以拿走瓶仔奶茶不用等 因為瓶仔奶茶不包括在套餐裡 就要另外加五元 我都有問他 那杯奶茶我遲些回到馬黑回來喝 可以嗎 他說馬黑我不在 沒有人認識你 我心想你寫一張紙仔給我不行嗎 我想問問各位網友 香港茶餐廳是否又是這樣的呢 開門的時間和有食的時間是不一樣的 從我的理解來說 本來的開門時間是員工上班的時間 而不是檔口的正式營業時間 歡迎大家在評論區評論 我好想知道其他的茶餐廳是否又是這樣的呢 如果茶樓七點鐘開門八點半有食 食客又會怎麼想呢 我好想知道香港的茶餐廳是否又是這樣的呢 我自己都好希望可以了解更多茶餐廳文化 我喜歡分享我在廣州生活的點點滴滴 如果喜歡我的視頻記得關注我啦 的話 請慢點